請林芳汝、林議員執行 60分鐘 是的 主席、市長還有各局處首長 大家早 在此感謝 感謝市長和各局處 這兩年 就是管治學院後 這兩年來的努力 有這麼多建設是以前 沒辦法執行的工程 現在在企護的努力之下 我們都漸漸已經有完成的 也有進行中的 例如夢里橋 已經完工的有 夢里橋人舞寒洞還在進行中 大社觀音步道 舊鐵橋立堅步器 還有液淹水的水利整治等等 還有一個 我們在那一百年 九區堂有一個環保示範區 爭取到了我們的全排第二名的 那個兩千萬的 整個的綠美化工程 那個部分也已經完工了 所以 大家都有感覺到 說我們的大橋 漸漸 都已經有改變了 但是 現在就是 我們的大橋 九區堂火車站周邊 有一些都現在在進行中的一些工程 譬如我們有一些舊的宿舍改建 因為它這個它有連結一個到 舊鐵橋施地 它的範圍是蠻大的 在這裏 我是建議 我們應該是不是朝向於 因為 大橋這個 紀元堂火車站 它現在是 第一名 第三名 到第五名 全台的旅遊景點最多 第一名就是 佛武佛紀念館 第二名 第三名就是 我們的一大世界 還有我們的古鐵橋的 師弟 我們已經 一年都有六十萬人 都會來到我們這裏 所以 你看 縱觀 這麼多 它天下雜誌 每一年 都還要坐火車 然後再坐遊覽車 進來到舊鐵橋施地 來這裡觀賞 這裡的景色 所以我感覺是 我們大高雄市 未來有一個很大的景點 因為為什麼 因為它結合了 整個很大的範圍地區 由於我們的鐵路宿舍開始 就是我們的火車頭開始 後面我們還有市政府 還有做了一個 我們的公車的轉運站 未來這個公車 也是蠻四通八達的 所以在我們的火車頭的面上 我們現在還有 我們這個時候 古鐵橋是一百九年 在今年是一百九年的紀念 所以我們在這裡 在這一百九年的紀念裡面 我們今年有很多日本人 就是放天風二工程師的後代 還有我們的大樹丁 跟我們的大樹鄉的姐妹鄉 很多日本人都會來到這裡 很多來參與這一個 國際性的一個活動 就是在紀念我們的古鐵橋一百九年 所以我們就是在這樣想的當中 就是在我們的古鐵 我們的火車頭 開始延伸出去 要怎麼把整個狼帶串連 其實它火車站周邊 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微型計畫 是我們當初我們沒有發現的 但是就是在研究裡面 我們有發現說 我們有發現說 這裡有很多可以使用的地方 就是說 我們從九區一條火車站 整個 我們有一個 那個站長的宿舍 還有兩個副站長宿舍 這個範圍就已經很大 那邊都是我們的草坪 還有一個屏東縣政府做的 梵天風二紀念碑 在那裡 然後包括它已經有一條 差不多二十四間的宿舍 它是一個很日本式的一個園警 再來還有我們對面還有一個 那個鳳梨工廠 就是以前 以前有一個故事 就是一個 在台北開酒店的一個老闆 愛上了我們九區堂小姑娘 來我們大城 蓋的一個王來工廠 這個也是文化的歷史 但是現在因為它 沒辦法蓋那個褲子 所以我在想 是不是市政府能夠來 來支持 我們九區堂火車站 這邊周邊的 向中央提出的這個 維旋園區的計畫 因為它這個 又包含了 我們再過去 有古屁橋 還有竹鳥取水站 那個也都是一個歷史的古蹟 很多很多可以串聯 所以它是一個人帶 然後公車我們也有到 所以這一個應該我覺得說 我們如果去用這個九區堂 周邊的這個維旋園區計畫 我們去爭取 我們的那個中央的經費 應該是我覺得說 我們未來高雄的一個新亮點 應該是很不錯的 然後 在這裡旁邊還有 菜茄子 野茄子 還有 我們未來有一個 鮭子 鮭子 就是我們每天都要手做的鮭子 觀光公車跟橘漆公車 在我們停車場的部分呢 連霍衛車頭的左右兩邊 還有後面永鋒羽 那些都可以有停車場 除了住宿消費外 還可以提供學校做戶外教學 或者是提供電影的拍攝 那個我在想 劉富有親自去看過 真的是蠻不錯的 而且他的鄰近優勢 是距離我們的市區很近 交通有便利 而且我們家物產豐富 我們的劉荷包 產量可以達到十萬噸 而且現在已經有很多 開始做我們的 浴荷包的加工的產品 所以 每年游客來的時候都是很多 尤其是像我們今年 五月二五 已經開始要做的 高雄鳳梨文化祭 又要開始了 預計這一次的客人 應該會更多 旅客也會更多 但是我們目前 有一個 已經有動工的整治計畫 這個都是 尤其是我們 今年今年 正處的這個 舊鐵橋步道 這個大家已經是非常期待了 所以我們現在如果說 在做這個 鳳梨蕙色的維護 然後木造建物再改建 我覺得他應該是 很有機會 推銷 整個高雄市 不包括 也是包括大樹區 的第一個景點 然後最主要呢 這裡有很多的車子的 有很多的車子可以在這邊 可以讓大家 轉運 觀光公車 鐵路 包括捷運 的轉運 都可以在這裡呈現 所以這一個是 可以 未來成為 我們的 大樹的 一個新的 一個很大的前導站 那我是想說 我是想問市長說 如果說我們來 把大樹的這個 微型計畫 提出 市政府這邊 方面 有沒有什麼 有沒有什麼可以來 執行或者建議的 謝謝市長 請市長答應 謝謝主持 謝謝林議員 首先非常感謝林議員 對我們大樹的用心 我很早就跟林議員說過 我覺得大樹地區 比日本的北海道更漂亮 但是這個中間是需要 我們這次這個 這個掩訪開始 要認真做很多 維護 整頓 包括 舊母千里 整個那個夢 我們也是用這個方向 這樣去做 我覺得說 在整個大樹地區 那個鐵橋 我有前些日子 大家有在討論 那個鐵橋 是不是要整理 說 後面可以 他的結構都還很好 是有一個部分 店面巴巴水災以後 搬去 但是看到 他的工程結構 什麼 可以用行 有沒有 我覺得這個部分 應該要 要維護 那至於說 目前 說未來 延期 這個整體的呈現 那劉副市長 有陪同林議員到現場 他來整體 來幫林議員幫你打破 好不好 好 謝謝 來劉副市長 謝謝 謝謝 謝謝副議長 謝謝林議員的關心 有關整體那個大樹的 這個觀光發展的部分 我想我很同意 林議員的說法 就是我們要把 九區堂火車站 連結舊鐵橋 因為現在舊鐵橋 整理得相當不錯 尤其舊鐵橋附近有一些 我們的老師 甚至教授們 對整體的生態 包括污水的處理 都有很好的貢獻 那大家都知道 那如果我們可以 結合這一塊 包括我們有豐富的 這個農特產品 再加上原來的佛光 這樣子的一個亮點的話 其實它是一個相當 完整的一個 可以供人家來參觀的 一個很好的廊道 那您剛提到 在九區堂附近 火車站附近的這個整頓工作 目前我們的區公所 還有我們的都發局 對於火車站附近 包括一些鐵路局的 舊的宿舍 附近的這些 部分的這個環境 都有做到 但是還是不夠 包括說我跟議員去的時候 在現場 有看到這個樹木 它太多了 使得附近變得很幽暗 包括你所提到的這個 飯田楓二的紀念碑 或者是原來 舊了這個鳳梨工廠 目前去看的話 都覺得破破舊舊 或是很黑暗 所以我已經請我們的都發局 是不是可以先從 社區總體營造的觀念 先把附近方圓 大概是五十到一百公尺的部分 做一下整頓 可以結合附近的社區 來做整頓 那在這個整頓完成之後 包括附近有沒有觀光公車 或者是我們在街道上面 怎麼樣把交通號制做得更 能夠有個友善的空間 人可以走 車可以走 甚至腳踏車也可以行走 慢慢能夠行述出來 九區堂火車站 附近一個比較好的觀光文物的景點 那這個部分呢 恐怕也要請林議員來幫忙 因為我知道 九區堂附近的這個鄰里呢 他們對於環境的友善程度 還沒有跟市政府做一個比較好的溝通 如果林議員可以結合附近很多我們的 包括里長也好 或是社區發展協會 就是裡面我們的社區的人 他有意願要做改造的時候 那我們未來用公權力進去幫忙做改造 才有用 如果只有一方面 我們自己市政府很熱心 我要來做這個 要把你重新改造 引進其他的產業 微型經濟的產業進來 結果他們都不願意 然後任由旁邊包括流浪漢 甚至有吸毒的毒販 在附近聚集的話 那恐怕這樣子會造成事倍公辦 那可能要請林議員 用您的人脈力量來關心這件事 謝謝 謝謝 我們的劉副市長 對地方上他去一次 他就非常的了解 他也了解 非常了解說 在這個社區 可能感覺上面就是比較冷漠 比較不友善 所以那也是我們必須要努力的目標 然後我們也謝謝我們的劉副市長 給我們的提醒 我們會認真的來努力 來思考 來執行 謝謝我們的市府團隊 對我們的支持 還有 我最近 我最近看 看那個雜誌 商業週刊也好 因為寒暑假快要到了 那寒暑假他快要到了 結果我看到那個商業週刊 他大概有八頁 八頁 八面頁 全部都是在講這個探索教育 那這個探索教育呢 在新加坡 他是用全體的政府的力量 全力支持 為什麼全力支持 因為他這是利用情境塑造 遊戲和工具 因為我們發現 現在的孩子 缺乏那個主動思考 還有解決問題的能力 所以很多的問題 到現在企業 目前企業界 到處大家也都發現了 為什麼這個孩子 來工作 這麼的被動 也是台灣競爭力 不斷衰退的原因 所以探索教育 現在在澳洲 現在在新加坡 現在包括在日本 他都是一個把他拿出來 用全那個政府的力量 在做的一個 一個那個 一個探索的 的教育 他現在連那個 美國的歐巴馬 還有那個比爾蓋茲 還有國內很多的企業 其實他們都在他們自己 的內部裡面做 那我不知道 大家曉不曉得 其實他們這一些 在台灣的這一些精英 他們已經到了日本 到了新加坡去協助 而這些精英 就在高雄 不可思議吧 這些精英 所以他們來告訴我說 為什麼高雄市政府 沒有在思考這一塊 我自己也是反省說 為什麼我看到了八頁 在這個商業週刊 這麼貴的廣告片裡面 全部都是在講這個探索教育 那這個我覺得說 我們的市政府 應該可以來試試看做這一塊 為什麼 讓我們高雄的孩子 學會如何解決事情 學會如何團體合作 學會如何包容跟體諒 在這個探索裡面 他都可以做得到 這也就是為什麼 各國現在真心恐後 都在想要做這一塊 那我又告訴我們的市長 其實這一塊的專家 他全部都在高雄大 不可思議吧 他甚至有辦法把他的那一些 遊戲的內容 又把它改造 我們真的是第一把交椅 所以沒有做不做 真的蠻可惜的 然後我們現在又有 那麼多的靶場 我看了這些探索的內容 這麼多的靶場裡面 譬如說我看到了那個新加坡 他是用山洞 用山洞的那個 做整個山洞的那種 的飢餓遊戲 那這個整個山洞的飢餓遊戲呢 未來也是一種 他們會引導我們的青少年 去學習團結互助的一個 一個很好的一個教育 那因為我們高雄 原高雄縣啊 其實八場很多 那其實八場很多 我們都可以有場地 來做這一個區塊 我們就會是高雄第一 因為為什麼現在是 救國團他做不好 因為救國團他的那個師資 他跟他的設備 他完全沒有更新的緣故 還有以前的舊式的 跟我們新式的這一些器材 不同 已經舊了 要必須淘汰了 然後新的已經又進步到 他是與環境共生 所以他有昆蟲的探險營 什麼的探險營都有 所以我在想我們的教育局長 對這個區塊也蠻熟的 所以我們請我們的教育局長 來說說看 如何我們可以 有沒有辦法在我們的高雄 也有一個這種 來培養我們的思考力 解決問題能力的一個場所 來我們的局長 局長請答覆 謝謝議長 謝謝林議員 林議員對這個探索教育 我看都要變成專家 那事實上呢 探索教育當然在全世界 依我所知道的話 當然對青少年來講 是相當具有戶外教學的這個 看一個價值 那我們曾經在101年的時候 有過規劃 就規劃就把那個大樹那邊 有一個竹療 那個分校 那做了一下整理之後呢 大概有將近六公頃 那曾經把它規劃 他初步是有規劃 大概有七個區 但是後來因為 財政上的一個考量 那我們是有向中央來整取經費 但是後來 並沒有一些回應 那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會繼續來努力 不過當然這個部分 當然他的只有六公頃 那六公頃的確是 如果就大規模一點來講 是不是很大 但是如果就我們 從其實包括從幼稚園 一直到大學的學生 其實一個小 中小型的一個戶外活動 應該場地是夠 當然我們設置了之後 還要考慮就是營運的問題 所以我們在考慮說 是由市政府來設 還是說 可以採用像類似BOT的方式 那事實上如果這個部分有 有專家 那麼或者說有一些 有興趣的團體 願力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來考慮說 是不是我們把它 初步規劃完了之後 來採用 公開徵求BOT的方式 來這個地方設置 所以如果 林妍知道說 高應大他們有興趣 其實他們是不是也可以考慮 來做一個規劃 當然我們都是非常歡迎的 我想這個方向 我們會繼續來努力 謝謝 我想 他的這個探索樂園 現在在國外 全部都是貴族 貴族 他們才可以去上的一個 夏令營 東令營的課程 所以如果說 我們如果說我們有這些精英 他們也願意 我覺得說我們應該想辦法來促成 因為其實有我們原高雄縣他們 還蠻多靶場的 我們可以找看看 或是不是有適合的場地 我覺得是六公頃 以探索應該是小了一點啦 所以我們應該也還可以再另外找 然後讓我們的市長 來對這一個貴族的那個 的那個探索 探索樂園 看看我們的市長有什麼 我們的建議 謝謝 市長請答應 謝謝副議長 謝謝你們議員 您也知道 我一向不喜歡什麼貴族 我認為每個人的生命 都一樣的平等重要 我認為如果今天探索教育 是一個我們要發展的方向 我覺得我們高雄市問一個孩子 都要讓他們有這個機會 我是知道說 我們金車金車教育文化基金會 他們問這邊 他們辦類似探索 這種所有的下令營等等 辦得非常好 所以我剛剛有跟 劉副市長說 我們應該立即跟金車金會 來跟他們合作 來跟他們請 他們來看看 我認為第一開始 我們大橋那個六公圈外 那個地方 我去看過 我覺得那個地方也很漂亮 六公圈外 當然要做大型的探索 當然還是不夠 不過一開始我認為那個地方 我們可以跟金車合作 那剛剛靈異也有特別提到 我們的高音大 在探索的這個領域 你認為在這個部分他們表現非常好 那我也希望我們研考會 就請在我們的高音大 針對這個部分是不是有一個方案 請高音大來做一個好的評估 這樣子我們全高雄市的這些孩子們 他們會太高興 因為他們的寒暑 終於不用在學校裡面 坐在那裡上課 而是可以來參加我們的探索 探索樂園的這個活動 這個我們也可以安排在他們的必要的課目裡面 謝謝我們的市長這麼的支持 謝謝 謝謝 可是 現在要說這個道路 這個路 其實我們有很多條道路 這一條美妝路到成功路這一條 就是說我們這條 就是我們的大橋 要去我們的大橋 這大路 這大路 它已經幾乎都是震動 殘舊不堪 有一條這個美妝路 通往成功路的路段 然後還有這個松浦路 這個路段 還有這個 這個人美社區這個道路 我報告市長 這個道路是在 那個我們的一百 一百控制年的時候 自來水公司在下面 那個更換新的自來水的管道 這個裡面密密麻麻 它這個是六名以內 可是呢 它這個自來水 它有一筆費用在我們的市政府裡面 可是 當初 在一百年大概七月份左右 它已經 就是工程做完以後 我們必須要去重鋪 必須要去重鋪這個道路 可是我們這個路 到現在一百控制年的五月份 它大概這一筆費用在我們市政府裡面 大概有三百多萬要重鋪的 重鋪的路面 到我三月份 我又去現場會刊的時候 這一條路 說經費又還沒有核簽下來 可是裡面已經拔桌很多人了 他們又把我帶去現場看 我就是在這裡 我就是在這裡拔桌 所以它那個整個沒有重鋪 我們必須要趕快加緊速度 可以趕快發包 趕快重鋪 要不然這個繼續都一直有人跌倒 一直都有人陳情 就是這一條 這一條是自來水 還有這一條 這條大樹路更神奇 這是九十九年的工程 到一百年 結果發現呢 這個道路 這個廠商 昨天看都一百年的時候 縣市剛合併 那時候大家都很無形 很亂的時候 它做好了 那它做好了 結果它都沒有重鋪 整條它都沒有重鋪 所以那時候就有請工所 趕快跟市政府建議 就是那個扣那個 我們那個承包商的那個押標金 然後到現在九十九年 到我們一百年 一零一年發現的時候 然後重鋪押標金 到現在一百公里 這條路 還一直都沒有下文 說到底是要怎麼來處理 所以這個可能要請市政府這邊 麻煩 看看有什麼辦法競速 因為這幾條路 都是現在 在鄉內很危險的道路 包括去大寮 包括鳥松 包括大樹 來謝謝 我們的 公務局 我們的公務局長 局長請答應 謝謝主席 跟林議員報告 大概林議員所提的 我們都會全力來做 其中像美莊路 松浦路 如果是管線的話 我們會有管線單位來處理 如果是我們 屬於養公處的養公處這邊 會寬錯經費 那人民社區 來這裡 我們已經在上個禮拜五 已經發文給區公所 跟鳥松區公所都已經談好了 就撥250萬 請鳥松區公所趕快發包 那至於說大樹路 管線單位 那一個沒有刨足重� 這個我們會趕快來查 那在這邊要跟一言報告 就是說 其實我們在鳥松地區 在新市合併以來 我們在101年 養公處 在比較大面積的刨鋪裡面 鳥松區一個區 就投入了1532萬 那在管線單位 管線單位的刨鋪 大概是660萬 就是說做不好 我們會今天趕快來解散 對 可是現在還有一個大問題 我想問一下養公處 那個我們的大碑路 那個中間 都已經凸層這麼高了 我看很多人的底盤 都已經損壞了 那這一條大碑路 現在到底要怎麼辦 大碑路 對大碑路 就是長庚前面 我們到了那個 陳清五後面的這一段 他的那個路面有沒有 他可能不知道是用什麼材質 他的那個中央都是凸起的 他旁邊是凹的嘛 中央是凸起的路面 路舊 我不知道 那個也是新鋪的 請答覆 這個謝謝主席 謝謝林議員 其實 陳清路、大碑路、神龍路 還有 官民路、新出路 那是一連串的 一連串的道路 其實我們比較壞的是 陳清路的部分 其實 大碑路那個也是 現在是蠻OK的 現在是蠻OK的 可能沒有很OK 他在中央 總共有四條線道 在我們的右側 那裡有兩條線道的最右邊 最右邊那個線道是還 麻煩你自己去看一下 那個真的是底盤 已經用到了 那個我們再到現場去 開查一下 再麻煩一下 那一條路 其實我已經有說過很多次了 因為他那個真的 比較低的底盤 已經 他越來 因為氣溫的關係 他越來越突出嘛 所以 我在想 副議長一定很知道說 那一條路 現在的那個情形 對 我們大廚商談 你公民路 公民路 你也做不到 你那要做不到 你那要做不到 你就像 那要做 那要做 一筋一筋 做完 一筋一筋 我先報告 那一條那時候好像聽說 也不是我們市政府做的 好像是不是 自來水還是 我們也說出責 我們也說出責 對不對 最理事 那條 那條 整條連貫的 從中間 跟近米 跟大廚 都一樣連貫 那條就是公民路 然後他在 副議長他是不是在那個 那個 陳情無後面的那一段 最那個 那個以前路 有可能是水利署做的 沒有啦 以前路底就是 用路照 鋼燭路照 還在上面抬起來 可能後面的部分 那邊沒人抬起來 還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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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那個 是不是我們的包商 也要出面來解決 對不對 他總不能 他那個現在 熔起 夏天又到了 他那個預熱 他越來熔起的部分 越高 那個太危險了 真的太危險了 那個我們到現場去看一下 好的 謝謝我們的處長 謝謝我們的局長 謝謝 然後 市長 他這個 我們 在我們縣市合併的前夕 有一項 愛河源頭 就是那個北屋社區的景觀計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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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